柯市長已經在線上,要跟我們連線先打個招呼 我們要不要接到金門的現場 那個影像清楚嗎? 很清楚很清楚,歡迎柯市長,我們鼓掌歡迎 歡迎市長,市長好 本來要親自出席,但是現在全國跑攤 我們今年金門區域立委候選人,今天競選總部開幕 不來都不行,所以只要在線上跟你們對談 不過剛才那個說什麼我們都不關心,不會啦,我很關心 有新的教育,才有新的科技,才有新的經濟 所以台灣年輕人老是在抱怨低薪 他教育沒有解決,低薪沒有辦法解決 因為我們的產業如果一直留在低附加價值產業 本來就不會成功,所以要有新的教育 才有新的科技,才有新的經濟 所以這個先聲明一下 本人一向非常重視教育 而且我爸爸就是小學老師 我發現我們家只有兩種職業 只有醫生跟老師,好像沒有其他職業 好,那我們就先開始了 沒有聽到你們的聲音了,那麼奇怪 這開始在放影片了是不是 好,你可以先把油管打換進影片了 好 就放進教育來創造人權盟力 因為過去台灣人口結構是金字塔形 所以他有什麼叫人口紅利 因為所以人才增加 那現在可能台灣人口結構改變 老實化、老實化 所以變成說有那種工作能力的人 他必須有更高的產值 所以我們要從人口紅利變成人才紅利 那怎麼做?就是要創新教育 事實上我在這一段時間已經陸陸續續在YouTube上 針對教育 有拍了博士會議的一系列影片 歡迎大家去看 那同樣的 我們在記者會或是年會 或者是跟教室的論壇 還有學生做的 這個在網路上都有很多影片 也歡迎大家去看 因為沒有辦法在30分鐘內 把所有的觀念都講完 所以歡迎大家到網路上去尋找我 關於教育的一些說法 台灣大概有500萬的家長 現在有學生在學校裡面 所以 信共好連是得所應得 此事自省覺悟 並支持全國各級學校將共同校訓 李毅廉詞排點 掛回各校園中呢 是否還是保留 第一點 李毅廉詞這種概念 我是贊同 不過我比較覺得奇怪 你們說3.0 那1.0 2.0是什麼 我都查不到 我們絕大多數學校在校門口 有掛李毅廉詞 我覺得這也不是什麼壞事 但是我贊成掛回去啦 只是說 要不要用強迫的手段 我就持保留態度 謝謝 好 那第二題 你是否認同在目前法實證 證明 刑事 民事沒有誤判的情形之下 民法1085條 維護家長的懲戒權呢 這一條我還特別查民法 1085條 他是說 父母得於必要範圍內 什麼 父母得於必要範圍內 然後有對子女的懲戒權 這一條為什麼 我就有點猶豫 你知道為什麼呢 父母 那意思是說 祖父母不可以 然後家長不可以 萬一那個人沒有父母怎麼辦 所以這一條我覺得法律在定定的時候很奇怪 你要說家長 我還比較有道理 不然那些沒有父母人 你叫他 從小朋友可以管教他還是怎樣 這一條我倒覺得 那個題目出的 太簡陋了 應該說 一般來講父母對 小孩子要不要懲戒權 不過在一個範圍內 超過那個打得太兇也不行 所以那個 我不曉得那個怎麼定義 必要範圍內 這條怎麼定義 你有沒有意思 保留嗎 我這條會保留 不是啦 要講清楚 這題目 這等於空白授權 看起來有點可怕 那第三題 你是否認同杜絕大麻新興毒品 及新興煙品 電子煙加熱煙進入各級學校呢 廢話這一定要進的啊 好 第四題 你是否認同108克剛對青年的人格培養及國際競爭力造成負面影響而必須立刻檢討修正呢 我倒覺得是這樣 第一個他說造成負面影響 這個我是不敢講說造成哪些負面影響 不過有一點是絕對需要的 沒有人認為課綱上去不用修改的 你跑一年兩年 一定要針對 再收那個 第一線的回饋意見再修改 所以這條是這樣 我不敢說他一定什麼造成負面影響 但是那個 要 要 要再做feedback review 就是那個什麼回饋修正 這是一定要的 所以好 是 好第五題 你是否認同目前大學考招制度 造成高三教學現場的混亂與空轉 學習不完整 必須立刻檢討修正呢 這一條 這一條抱怨非常多 目前大學的考招制度 我記得那個台大電器系教授那個叫鄭博文還是誰 有一次我去找他 我在我面前唸了一大堆 我倒覺得這樣 我自己在寫教育政策的時候 也有說那個 那個國文英文 怎麼又重複使用 這不是一試定江山嗎 所以這個的確 目前的那個大學考招制度一定要改的 很多要改 包括那個 謝謝 好 第六題 你是否認同目前的技職教育沒有被受重視 且未能解決學用落差的問題 必須檢討改進呢 這個一定要趕快改 我們台灣的技職教育要重新思考 不需要那麼多人去念大學 這個技職教育 都沒有人在做 沒有人在做過 這到底怎麼辦 這個技職教育真的要重整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謝謝 第七題 你是否認同 政府應重視家庭 政策與婦女兒童的福利 提升主管機關的行政層級 增加預算 以提升家庭功能促進家人關係 促保障婦女權益 補助弱勢家庭呢 這一條是這樣啦 其實這些問題都需要跨部會處理 所以 也不是說什麼 如果要提升主管 提升那個主管機關的行政層級 最簡單的方法是 在行政院 底下一個政府委員 來進行跨部會的整合 這個是要 至於你算是每次要講說增加經費 我去年都在嘲笑說 那個用的沒有效率 通常效率先解決 不要一來 我最怕那個 當我的部下 每一個來都要增加經費 但是我覺得這樣 該改善的要改善 好謝謝 第八題你是否認同校園內尊士重道的氛圍逐漸淡化 私生關係 建區緊張 而使得教師未能有效的引導 與管教呢 同意 我覺得現在 現在的人對老師真的尊敬度沒那麼高 我還記得我小時候我們對老師都很尊敬 現在真的差很多 所以那個私生關係 真的要想想看 怎麼重整 謝謝 第九題你是否認同性別平等教育因士林 符合台灣國情並落實家長參與呢 這個我是同意啦 那個士林一定是好 你總會那個小學一年級開始跟他教性教育 這實在是太奇怪了 不是說性教育啦 那個叫性行為教育 我覺得那個一定要按照年齡去處理 第十題你是否認同當下 國高中小 課程雙語化 如數學課用英文教 會影響學生學習效果 而不宜貿然推動執行呢 雙語教育 一定要有制度 我們台北市是有在推 通常我們 小學一年級開始推的時候 也是從那個叫做什麼美術啦 體育啦 那些開始進 我覺得雙語教育最大問題還是在失智啦 所以你看我推了六年喔 才 268個學校我才推到 70 78個而已啊 所以那個 我意思是說 那個雙語教育的推動 要務實啦 就是說你有多少老師才推多少 你的老師也沒有準備 私資也沒有準備 亂教一通也是喊口號而已 所以是失智喔 對啊 要準備 這才要做 不宜貿然推動 這我同意啊 你私資要先準備 沒錯沒錯 好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 謝謝市長 市長真的 市長果然 這個頭腦不是普通的清楚 非常的清楚喔 對每件事情他都已經有深思熟慮 謝謝市長 市長我們呢 現場我們一起 這個共辦的單位呢 也有一些QA 請市長為我們解答 第一位請到的是 市長 可以啊 開始了開始了 好好 台灣家長守護 護佑權益協會 理事長 魏蘇貝魏理事長 我們協會啊 對於這個 可能請 魏理事長可以站起來 我們協會呢 就是對於性別教育這個部分 非常關注 那我們想請問市長就是 根據我們的 調查 英國已經因為 性別不安人數暴增 有4000倍喔 禁止性別認同的 跨性別教育 而且歐美因為開放 自認為女性的 男生 生理男生 參加 女性的運動比賽 造成奪牌的爭議 也有許多的生理女性運動員 巡起抗議 台灣卻執意從 全中運全大運 示範跨性別參賽 另外就是教育部響應 支持性少數的運動性別 性少數運動的性別團體 將延義在國小低年期期 實施 性 行為教育 口頭稱說是配合這個聯合國 CSE 卻沒有 考慮到我們的國情 對以上的問題 請問市長您的看法 市長 謝謝魏理市長 謝謝魏理市長 我想我們對自由的定義是什麼 自由以不侵犯 他人的自由為範圍 所以老實講 固然我們要有包容性 但是也不要 你把你的想法強加在我頭上 所以我覺得這樣 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範圍 所以我們有表達的自由 其他一個更重要的 我們也有不表達的自由 這是我對目前整個 台灣在這種 這種特別姓名交友的看法 那個第二條是比較簡單 你看我們第二條是 如果你是 男生 變性手術 你還參加女生 那個運動比賽 如果這個比賽是不涉及那個什麼名次 那就算了 如果他是有涉及獎牌的名次 那這個就一樣 你可以來參加 可是你侵犯別人的自由 所以如果是我回答什麼 那不然 你說你有參加運動的 有參加比賽的自由 是我同意的 可是你的自由不應當去 不應當去侵犯別人的權益 不然就專門設一個 就是說你那個 跨性別的 專門一組去比賽 不然有些女生會想說 你們跑過來 這不是侵犯我的權益嗎 所以我回答你的題目就是說 自由 以不侵犯他的自由為範圍 然後 自由 有表達的自由 但是請注意 也有不表達的自由 所以我有支持的自由 也有不支持的自由 我倒覺得 這才是真正的共融社會 所以那個 關於那個什麼 要實施性行為教育 這本來就要適靈跟 符合國情 特別是 文化這種東西 很難 我相信有普世價值 但是 但是 並不表示就是說 所有國家文化都一樣 所以你講這些 我是同意 可以了 好謝謝 主席我們接下來 我們三問三答可以嗎 一問一答比較快 我快問快答好了 不然你講到第三條 我已經忘掉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歡迎我們新北市教師會 提問人士秘書長蔡太鈺 主席還有課問者 總統候選人您好 新北市教師會這邊呢 有一個問題是 目前社會對立 不友善 互相質疑的氛圍瀰漫 教育法規也領居修改 請私的互信基金處呢 快速軟上 讓教育現場充滿司法15%的懲罰氣氛 如果您當選如何還給教師應有的 尊業尊嚴 那樹立友善的校園 重現教育現場的阿 與文型的文化 以上謝謝 我跟你講 這個我最有感 你要知道 30年前我剛剛當醫生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對醫生非常信任 非常尊重 等到開始已經到 我到50幾歲的時候 經過30年後 台灣的整個那種疫病關係 就變得很奇怪 我還記得 我的學生有一次很氣憤的跟我講 他說老師 可屁 我們是醫生跟病人 如果今天那些病人開始說他是消費者 那我今天我就不是醫生 我是廠商 我是安慰他說 也不需要這樣啦 我們醫生也是一個 救援的行業 也不需要這麼混事技術 不過你講的的確是這樣 當家長 家長對老師開始懷疑 甚至學生還打老師 私報 你怎麼期待那些老師會對你什麼 愛心 耐心 對你很好 所以我是鼓勵一個 叫做互信 然後互相良善的社會 所以我倒覺得這個的確是要重新建立 所以坦白講 因為你在講 講的那個題目 對我來講我是感同身受 因為我就是當醫生 30年間看到醫生 醫病關係的改變 我感觸蠻深的 所以後來 我台北市長卸任以後 我要回台大 我回台大兩個月 我去參加那個臣會 台大外科的臣會 我就跟他們講說 你們檢查做太多了啦 這已經不像 不像是我們一個 不像是一個正常的醫療行為 應該做這麼多檢查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防衛醫學 就是說 反正多做也不會錯 你現在沒有給他做 到時候他會告我們 但是老實講 做檢查難道沒有副作用嗎 你照S光片 多照幾張 那個輻射放射線 還是會吃一大堆 所以我你講的話 我是非常有感觸 所以我覺得這樣 我們要去建立一個 良性溝通的社會 讓 讓大家可以彼此 互信互愛 每個都要懷疑對方 我還是不是太難過了 好下一題 好謝謝 謝謝主席 然後接下來我們邀請 守護台灣教育平台的秘書處 同時也是 輔大社會系代博芬教授的助理學生代表 陳瑞萱來為我們提問 主席 主席 柯先生好 我代代博芬教授向您提出兩個問題 首先 目前台灣高等教育品質不佳 與高教資源投入不足 甚至比郭高有關 請問若你當選 將如何解決問題 提升台灣高教競爭力 第二 想請問您認為大學和幼稚園的學費 哪一個比較貴 台灣私立幼稚園的學費 比大學更高 會有造成什麼問題嗎 又將如何解決 謝謝 第一條 他在講我們高教的問題 高等教育 跟國民義務教育不太一樣 國民義務教育強調他的 平等均衡普遍性 但老實講 高等教育強調應該才是拔劍 因為他是涉及整個國家 經濟發展 我跟你講 我們要很誠實的面對一個問題 台灣目前沒有一家大學在全世界排名100名內 我們都沒有想到這次這個事情有多嚴重 新加坡有兩個大學 新加坡大學跟南洋理工大學 香港有四個 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跟香港理工大學 那個城市大學是有時候進有沒 有時候沒進 所以香港有四到五個 新加坡有兩個 台灣零 而且你要注意 台灣的經濟體的size 就經濟體還比新加坡跟香港大很多 因為 香港人口才700萬 新加坡500萬 我們是2300萬 我們的經濟體比香港新加坡都大 結果我們竟然沒有一家大學在全世界排名100名內 這個是國家危機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地步 我們應該讓台灣人先跟老百姓講說抱歉 我們真的是 我們的高等教育真的比不上世界各國 其實我後來查過原因 我們發在高等教育 GDP才0.39% 人家美國是1% 表示我們發在高等教育的錢就已經少了 錢就已經少了 然後我們有160幾家 錢都已經不夠了又分散掉 所以每一家的錢都不夠 所以那個大學老師的薪水很好笑 我每次開玩笑說 當你只有香蕉的時候你只顧得起猴子 那個大學老師薪水這麼低 你期待大學老師多厲害 所以 我倒覺得這樣 我們的高教 要有一個重新的想法 大學教育不是義務教育 他不是要搞那個什麼普通平等什麼什麼均衡沒有那一回事 大學教育應該是一個拔尖的 比較拼向拔尖的概念 他目標是要涉及整個國家高科技的發展 所以 高等教育經費要增加 第二 該關的要關掉 不然這樣 讓整個已經錢不夠了又稀釋掉 還有一點 你剛才講到一個很好笑的題目就是 過去20年 台灣的 通貨膨脹有幾% 還有 你看看 我記得 好像 過去20年 健保會漲了40% 健保會漲40% 他竟然大學學費沒有增加 奇怪 這是哪個家我想出來的 然後每次大學學費要增加 就有人出來說 這個這樣會有很多人念不起 我老實講 以我內心裡面想說 這實在是 這很奇怪的政策 應該是怎樣 大學學費該漲就漲 那些中低收入他念不起的國家再去補助 哪有說為了讓所有人念得起大學 大學學費 20幾年沒有調整 實在是太奇怪了 所以 錢本來國家就撥得不夠多 學校又多 然後學費又低 所以你期待怎樣 老實講 人家說我們台灣沒有一家大學在全世界排名100名內 問我的話 剛好而已 所以我們還是要誠實面對問題 不要在民粹 大學學費該漲就漲 然後政府再來補貼那些念不起的學生 不是把所有大學學費全部凍結 這個我覺得實在是 不要不要罵人 雖然都很想罵人 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有回答到嗎 這個好謝謝 謝謝我們這位學生提問 那由於時間關係我們共辦提問等一下如果有時間我們再開放給共辦提問 那接下來我們歡迎這個主席我們接下來是個人提問 你可以看你的slido 的第一個選項是目前現在啊有一個64個人按讚的請問這個是哪一位呢 請問這是哪一位 好 那 好 那你請起來好了 你 我們請他來問這個問題 由他來問這個問題 來 主席你有看到到第一個問題嗎 那你念啦我聽得到 OK 好 好主席好 我們是大新竹 高中就寫群議 製救會 那我們現在要提出的問題就是呢 國中升高中 這個會考制度呢 全台共分為15個考區 那我們的計分制度 卻 不同 我們有7級分制 5級分制 3級分制 然後還有各種不同的比序方法 所以15個考區 同一份考題 有10種以上的計分方式 那這已經造成一個非常混亂的現象 那不知道是否在您 如果有當選總統之後呢 教育部是不是應該對會考制度不合時宜這個部分 以及各考區 公立高中 資源分布不均 未來執政之後這個問題 不知道您想 可以怎麼解決 謝謝 這位這位家長 我先問你一個題目 如果 我們全部全國全台灣 都比照那個7級制 然後 然後五七三十五嘛 然後 然後政府公佈每個縣市 考西的百分比 你同意嗎 我老實講 我是當官當了一陣子 我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 我查過那個數字 台北市考西的 是11% 全國是20% 有些縣市是超過三十幾% 所以老實講 我也知道為什麼他後來故意搞成這個樣子 就是讓大家不能比較 所以我們也是講說 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 第一步 我們有沒有辦法誠實的開始面對問題 就是說 台灣的 這種學歷 你知道 學生的力量 學歷 在不同的地區有很大的城牆差距 我們要不要面對這個問題 如果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各級行政長官能不能咬牙撐住 然後說 這個是問題 我們想辦法怎麼解決 其實我想過 除非用網路加AI 才能夠迅速彌補這個 彌平那個城牆差距 不然是沒辦法 所以我直接回答你的題目 你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嗎 因為大家不敢面對問題 但是你問我 如果你是你當總統你會怎樣 我就勇敢的面對問題 然後再跟大家講說 抱歉我 我們現在的確整個城牆差距太大了 那我們現在看我們要怎麼解決 好 這是我的答案 謝謝主席 因為待會主席的時間 還要再去其他的行程 我們 借用各位我們雙手熱烈 謝謝我們的主席 好 拜拜 主席我們再一個合照 稍微等一下 我們再一個合照 如果說你對slido的使用 有疑問的話也可以舉手 我們有一些穿背心的工作人員可以協助你 好 那這個螢幕上面也有QR Code 各位如果手冊上面 坐完坐 不要那麼辛苦 沒有啊 拍時間你再開發 大家在填寫的時候呢 我們也 呃 代表今天的主辦單位 國教行動聯盟 還有全國家長 全國家長會長聯盟 社團法人台灣全國大聲公 社區關懷協會 歡迎 都不願意到場 總統沒辦法來 至少 副總統要來 雖然你們不是交易專家 不是交易薪酸 可是 家長的聲音 至少要聽一聽 既然 你們忽略了我們的聲音 我們會很一樣 我們會非常的困怒 所以 在今天的各位 來到 我們所主辦的 教堂作單位 說他一定什麼什麼造成負面影響 但是 要 要再做feedback review 就是那個什麼 回饋修正 這是一定要的 所以好 是 好第五題 你是否認同目前大學考 考招制度 那個國文英文 怎麼又從不使用 這不是一試釘江山嗎 所以這個的確 目前的那個大學考招制度一定要改 很多要改 包括那個 謝謝 好 亂交一通也是喊口號而已 所以是失了 對啊 要準備 不以貿然推動 這我同意啊 你私資要先準備 普通的請主 非常的請主 對每件事情 他都已經有深思熟慮 以不侵亂他的自由為犯 然後 自由 有表達的自由 但是請注意 也有不表達的自由 所以年間喔 看到醫病關係的改變 我感觸滿深的 所以後來 我台北市長卸任以後 我要回台大 我回台大兩個月 我去參加那個臣會 台大外科的臣會 我就跟他們講說 你們檢查做太多了 這已經不像 不像是我們一個 不像是一個正常的醫療行為 應該做這麼多檢查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防衛醫學 就是說 反正多做也不會錯 問題就是國中升高中 這個會考制度 全台共分為15個考區 那我們的計分制度 卻 不同 我們有7級分制 5級分制 3級分制 然後還有各種不同的比序方法 所以15個考區 同一份考題 有10種以上的計分方式 那這已經造成一個 非常混亂的現象 那不知道是否在您 如果有當選總統之後呢 教育部是不是 應該對於會考制度 不合時宜這個部分 以及各考區 公立高中 資源分布不均 未來執政之後 這個問題 不知道您想 可以怎麼解決 謝謝 有拿牌子的 有拿牌子的 多請上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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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